HELLO 大家好我是華倫 歡迎來到愛故事頻道 我將古文歷史轉換成白話故事 希望能讓大家更容易去了解前任的經驗以及智慧 那讓我們一起來聽故事吧 上次我們說到 荊柯在等待他朋友一同前往這行果 就這樣又等了兩天 荊柯要等的人還是沒來啊 這太子丹再去找荊柯 他問荊柯說 要是像這樣再遙遙無期的等待下去 只怕到時候煩無期的人頭都已經腐化了 秦王真是不會相信的啊 荊柯你該不會是反悔了吧 那要不這樣 我先派這秦武揚出發 你等你的朋友到了之後呢 你們再一起趕上去你看怎麼樣 這荊柯一聽他非常生氣的回復太子丹說 太子啊 你是想要完成這件事還是只想要趕快去做啊 像你這種派遣人的方式啊 根本就是個無難者的行為啊 你真的以為只要戴把有毒的匕首 誰都能輕易刺殺秦王嗎 我在這裡等 就是為了等待那位能協助我們完成目標的人 既然理論我的動作太慢 那好我這就出發 至於刺殺秦王能不能成功 太子丹就自己向上天禱告啊 說完荊柯立刻起承動身 嗯看來要不是要刺秦王啊 這太子丹一定能跟荊柯成為好朋友的 這兩個人都有一秒鐘惹怒對方的酸長 就這樣 太子丹一小部分知道這件事的賓客呢 還有荊柯的好朋友高建理 都來為這荊柯等人送行啊 欸 啊不是說這件事別讓人知道嗎 怎麼搞得好像有一大堆人知道這件事是的 真是的 沒想到最不能保密的就是太子丹自己本身啊 那大家一路送這荊柯來到這易水邊啊 荊柯的好友高建理啊 還特別為他演奏了一曲 並且唱出了這清古名句啊 什麼名句 那就是 奉蕭蕭系易水汗 壯士已去系不復還啊 白話意思就是 在這狂風吹襲又欺人苦寒的易水河邊 眼前的壯士們離開之後 將再也不會回來啊 就這樣 荊柯青無陽等人動身前往秦國 投下他們的性命 企圖扭轉這戰國未來的局勢 來到秦國之後 荊柯一照計畫 先是找上秦王的重臣 也就是忠祖子蒙家 他請著蒙家轉告秦王 秦國大軍逼進英國 燕王因為害怕得罪秦國 所以不敢出兵對抗 今天 燕王特立派著荊柯為使臣 向這秦王致義啊 希望秦王能同意呢 燕國可以率領全國上下的人民 一起成為這秦國的臣子 並且比照其他族國 向秦國交納公文還有稅賦 成為秦國的郡縣 以求能夠保全他先王的宗廟 秦王正一聽 這麼乖 那他為什麼不自己過來 而是派個使者過來 說吧 這燕王喜到底想做什麼 這蒙家轉告秦王正經科的話說 大王 這燕王喜就算再乖 他也還是希望能得到您的承諾 他才肯過來的事吧 聽到這 秦王正點了點頭 接著他問蒙家 那燕國這次帶什麼東西來跟我談呢 蒙家回覆秦王正說 大王 燕國這次提出了都抗之地 另外還有凡烏騎將軍的人頭 秦王正一聽 凡烏騎的人頭 你說真的還假的 要是是真的 那我真的得親自接見這位燕國的使者 之後 秦王正穿上正式上朝的服裝 並且用隆重的儀式 接待這燕國使者 金科以及這秦舞陽 金科手裡 紅著盛放著凡烏騎人頭的這個盒子 而秦舞陽則是拿著燕國的地圖 兩人緩緩地走進這秦國的新陽光光店 來到秦王正的台階前面 這秦舞陽被這現場的氣勢給嚇到了 他當場臉色大病 而且顯得十分恐慌 見到這 秦國的大場面都感覺到很奇怪 誒 這燕國的使者是怎麼 難道從來沒見過大場面嗎 怎麼會抖成這個樣子 看出大家疑惑 這金科馬上轉過頭來對秦舞陽笑了一下 然後他上前跟大家謝罪說 誒不好意思啊 我們是長久住在這北方偏遠蠻蠻地區的人 由於從來沒見過這真正的大王為夷 因此他才感到震驚和恐懼 還懇請大王見諒 快讓他的實理之處 讓他人在大王面前完成這次初始上國任務 雖然金科是這麼說了 然而秦王正已經覺得不對勁了 燕國要將都抗之地割讓給我秦國這麼重要的事 怎麼可能隨隨便便拍個菜鳥過來 這傢伙該不會是另一個令象爐吧 看來我等一下得小心一點 這秦王正對金科說 先打開這反烏旗的人頭讓我看看吧 在確認了反烏旗的人頭之後 接著他跟金科說 我看這傢伙已經嚇成這樣子了 那就由你先把這燕國都抗的地圖給先呈上來吧 這金科從秦舞陽手中接過這地圖 並且上前呈現給這秦王正看 他慢慢的一點一點的展開他手撞地圖 並一一為秦王解說 然後確認秦王正有將他的專注力放在這地圖上面 眼看這地圖就快要展開完畢了 這時金科順勢 將藏在地圖裡面的匕首給拔了出來 然後他衝上前去用他左手抓住秦王正的衣服 然後用右手則是拿起匕首 往這秦王正的胸口猛刺過去啊 那他會刺中嗎 很抱歉 秦王正又不是好傻好天真 他既然已經有提防到你 當然不會完完全全沒有準備啊 他向後一閃 而這金科的一劍呢 並沒有刺到秦王正的身上 接著秦王正起身了 想要拔除他身上的寶劍 然而因為這劍實在太長了 一時之間竟然拔不出來 哇塞要命呢 怎麼會在這關鍵的時刻給我卡住啊 這秦王正的越是緊張想要拔除這寶劍啊 結果這寶劍呢就卡得越是緊啊 那該怎麼辦呢 還能怎麼辦 這手上的寶劍已經變成道具 根本用不上了 所以他只好趕緊鬧著大殿逃啊 哇 這大王都有危險了 這大臣們跟電禽武士是在吃瓜嗎 這沒有人上前來啊 要知道 依照秦國的法律 凡是大臣進入宮殿 一律不可以攜帶武器 而電禽武士呢 要是沒有秦王的命令 也不可以上前 那既然金科手上有家伙 大家手上沒家伙 加上大王又沒叫電禽武士上前 所以大家怎麼辦 也只好幹瞪著眼看 看這秦王跟金科在這大臣之中呢 玩起老鷹抓小姐的遊戲啊 真是 這是什麼跟什麼的畫面啊 都什麼狀況啊 你覺得秦王正還來得及下命令嗎 大家都不會腦筋轉一下自己想嗎 嗯 這樣講好像很有道理 不過很抱歉 沒有人該以身釋法 因為不上去就 這大王死了 不見得有人會怪你 但是要是上前去就 要嘛就是有功 要嘛就是犯法 這兩相權衡一下 呃大家想說 還是先站著看吧 加上這大王看起來好像平常有練過 到目前為止 金科都追不上他 看起來應該是沒事的啊 當然 還是會有幾個不怕蛇大臣 上前徒手搏擊 想要拿下這金科的 當然 金科大喝一聲 這劍上有毒 能劍血封喉 要是不想要命的 就上前來沒關係 聽到這 要是你是大臣 你敢上前去嗎 呃 呃上前筆劃一下可以 但是呢 不要靠金科太近就是了 哇 那既然都已經打成這樣了 啊 秦無揚咧 很抱歉 他嚇尿了 根本動不了 而這時候 鎖死子那十塊 一旁秦王陣的隨身醫師下午前呢 拿起來他手中藥袋子 朝這金科一扔 哇 這袋子裡面亂七八糟的東西啊 同時往這金科四戰而去 這一時之間呢 金科的視線失去了焦點 不過呢 就是這關鍵的幾秒鐘 讓這場金科刺秦王的大戲呢 出現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啊 這一旁呢 看到秦王陣有空閒啊 大家趕快大叫 大王 趕快將劍背到背後 就能拔出來了 秦王陣一聽 他對後 他順勢將劍的用力甩 甩到背後 然後再次用力的抽出他的長劍 這下 他的寶劍終於能夠出鞘啊 趁著金科還沒有反應過來 他將他手中長劍一揮 當場砍斷了金科的左腳 哇 這大量的失血以及疼痛 讓金科差點混了過去 但 他沒忘了 他曾經答應過范烏奇 以及太子丹 他 要守任這秦王 所以 金科他獲盡他必勝之力 用他的最後一口氣 將他手中的匕首朝著秦王陣 猛直了過去 那 有事得中嗎 很抱歉 他是金科 這並不是小李 小李 飛刀可以百發百中 但金科沒有經過這種訓練 所以 這匕首只射到了秦王陣宮殿的同柱之上 並沒有射中秦王 沒了兵器 又斷了一條腿 這金科已經不足委屈了 於是 秦王陣上前補了他七箭 欸 等一等 那現在是怎樣 剛剛一箭就能砍斷他的腿 現在竟然要補上七箭 那不是把金科給切成八段啊 寫錯了吧 應該沒寫錯 剛剛是因為秦王太緊張了 腎上腺素大爆發 所以才有辦法一箭砍斷金科的左腿 這之後呢 金科的威脅程度已經降低了 這秦王陣的力道也就小了許多 不過這不是重點了 沒有人再討論這段歷史 好 我們也不要究極在這裡 繼續說 這就快要死得金科的 倒在著同柱旁邊大聲的笑著說 可惡啊 剛剛要不是想活捉你 逼你簽下契約歸還各國諸侯土地 來回報太子丹對我的治癒之恩 哇 金科一定能殺你的 秦王這一聽 廢話 來啊 還在一旁認著做什麼 給我把這刺客給拿下來 就這樣 這刺客列專中最著名的金科刺秦王 在此落幕了 啊那秦舞陽呢 當然 也是一併被拖出去給做掉當肥料啊 而金科這招線上地圖刺殺秦王的橋段 也就成了後來成語典故圖窮必現的由來 用來比喻事情發展到最後行蹟敗路 現出真相 結束了這場金星東坡的插曲之後 秦王正對現場的官員進行講成 對於這下午起啊 他是大大的獎賞他兩百億黃金啊 他跟大家說 這下午寫為了保護吧 連吃飯家我都丟出來了 這讓我很感動啊 那感動完之後 這故事就會結束嗎 當然不會啊 還記得 禁科死之前說了什麼嗎 他說 他有回報太子丹的治癒之恩啊 換句話說 這次自殺秦王的主謀是誰 沒錯 就是這個太子丹啊 我秦王正若不報這個仇 那大家豈不都會派刺客來我秦王宮殿來逛大街啊 於是他下令 來啊 給我派兵增援照顧 要王檢除了繼續追起這代王家之外 偷是給我滅了這燕國 就這樣 公元前兩百二十七年 太子丹刺殺秦王失敗之後 引發了秦國發動這場 秦滅燕之戰 哇 啊這下慘 本來秦國的矛頭還沒指向了燕國 現在 真的跟太子丹老是居如說的一樣 逆臨 就是燕國主動去找死啊 那秦軍攻燕會發生什麼事呢 這太子丹要如何應對呢 別急 我們晚點再說 現在說這秦軍出兵攻打英國的同時 這魏國的魏景敏王魏徵過世啊 改為他兒子魏甲其魏 是魏王甲 而前一年 這才剛剛上任兩個月的楚哀王 卻被大臣給殺了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現在 就讓我們將時間再次往前回撥一點點 回去看看楚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啊 面對這秦國發動滅寒以及滅造之戰之後 山東各國人心惶惶啊 然而 這時候楚國 卻是由一位十歲的小孩來當國軍 換作你是楚國大臣 你擔不擔心啊 是的 就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這楚哀王的素雄 一說是楚考利王的弟弟副楚啊 他的門客建議他 應該要將這大王的權力給奪回來 要不然 這楚國接下來就危險了 這副楚一聽 你們說什麼 你們說這話是要篡位耶 這不好吧 然而 他的門客跟他說 現在大王能仰賴的人就李元一人 然而李元的根基不深 若不趁此機會滅了他 等他逐步掌握大權之後 那時候就為死一晚了 那 副楚會動手嗎 不用他下決定 因為他的門客已經幫他做了這個決定 他們發動兵兵 滅了這李元全家 在殺光李元一家之後 這幫人直接衝進楚國宮殿 解決了這楚哀王以及李美仁 正式用力副楚即位 是為楚王副楚 而副楚上任元年 也就是金科吃秦王的那一年 秦王真兵公兆滅煙 而在聽到楚國連續上市二王之後 他同時又做了一個決定 那就是點兵點將 準備攻打楚國 哇賽有沒有那麼猛啊 秦軍打算同時三面作戰 就是有這麼猛啊 因為秦王正任地在滅了趙國之後 這統一天下的道路 將會是一馬平穿啊 剩下就是時間的問題啊 來了 真的有這麼順利嗎 那我們就接著聽下去吧 先不說這秦國滅煙之戰進行了如何 我們先來說這秦國滅楚之戰 畢竟楚國可是號稱有方圓五百里 士兵超過百萬的大國啊 秦國真的能一口吞下在楚國嗎 公元前兩百二十六年秦國派出大將王奔 也就是這王檢的兒子領軍朝向楚國前去啊 拉開了這場清滅楚之戰的首部曲啊 此戰雖然表面上的目標是攻打楚國 然而實際上秦國的最終目標則是衛國 為了確保公衛之戰 秦國的側翼不會遭到楚軍的偷襲 並且確認一下楚國的虛實 同時也考核一下王奔的實力 所以秦王正將這公楚滅衛的工作交給這王奔 王奔在領軍之後呢 長驅直入之底的楚國啊 面對秦軍的來勢洶洶 楚軍不敢怠慢 一個出城迎戰 來了 楚軍卻不敵秦軍慘遭重創 王奔在連續攻下楚國十多座城池 確保秦軍側翼安全之後 接下來 就是他陣陣重頭戲了 秦滅衛之戰要展開了 而就在王奔攻處的同一時間 王奔與李慶所率領攻打 戴王趙家以及英國軍隊 也傳回了好消息 不過才四個月 只有太子丹所率領的趙家 與英王喜的聯軍 在溢水慘遭秦軍重創 秦軍進一步奪下英國都城繼承 也就是現在北京城區西南 被認為是現在北京城區 由城市居民持續居住歷史最久的這塊土地 失去都城之後 英王喜及太子丹率領英國剩餘的精銳部隊 逃往這撩洞 然而秦軍並未因此鬆手 秦軍兵分兩路 一路王奔命這李慶 繼續率兵追及這英王喜 而另外一路 則是由王奔本人 繼續圍攻這戴王趙家 眼看戴即將走入歷史 這趙家派人建議英王喜說 這秦國公爺 主要就是為了抱著太子丹 派荆柯刺秦王的仇 要不你將太子丹給處決了 然後交給這秦王 看看秦王能不能息怒 暫時不要滅了我們 哇有這種建議的 真的是被人家的兒子死不了 不過很抱歉 還記得我們前面說什麼嗎 燕王喜早就把太子丹當作是工具人 所以他聽進去 他想 這恐怕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哇真的假的 動手殺自己的兒子 糊塗了吧你 人家秦國的目的就是要滅了你燕國 這太子丹去不去刺殺秦王 這結果都一樣的 誰不知道這燕國一定會被滅 只不過就是早幾年 或是晚幾年的問題而已 懶了 燕王喜聽不到我說的話 所以他最後還是決定 將這被秦將李靖追了 躲到岩屬的太子丹給挖出來 然後拿下他的人頭送給秦王 求秦王喜了嘛 那秦王政會放了你燕國嗎 對秦王政來說 這燕王喜連自己的繼承們都敢殺 那基本上已經是廢了 加上是代王造假也不是壞料 看來北邊的戰士應該差不多底定 比較麻煩的應該還是南邊的楚國 雖然王奔前面已經大油斬獲 但想要一口氣吞掉楚國 看來還有點困難 所以呢 秦王政興暫時放下對戴及燕的追擊 而是召回王檢以及李靖 準備商討滅屬的對策 同一時間 王奔對衛的攻擊 並沒有因此而停止 公元前225年 王奔在公楚之後 將大軍轉向北上公衛 而這衛國已經是風中殘處了 但由於衛國的都城大梁城的四周 還有碎水、銀水、鴻溝等河流渠道 形成了天然遼闊的護城河 對衛國來說 這大梁可以說是一所難攻 只要衛軍收起吊橋不出城應戰 應該還可以支撐一段時間了 嗯 至少這是衛王家所希望的 但真的是這樣啊 你還記得 這衛國善於用命的信林軍 曾經說過什麼嗎 要失望了 可以回去聽一下這戰國第42集 這信林軍當初曾經說過 一旦韓國滅亡 那衛國將會死守 他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那衛國真的會像信林軍所預言的一樣 因為韓國的滅亡 而導致衛國被滅亡嗎 秦國已經滅了韓兆 而燕國也岌岌可危 接下來就是衛除跟齊了 衛國能守住這一帳嗎 還是衛國會成為下一個被消滅的對象呢 這故事會如何的發展呢 我們到下次才能跟各位說囉 好啦 我們今天就先說到這 若喜歡我的故事 要麻煩您記得動動你的手指 給我五星評價 或是點讚、訂閱、追蹤以及分享喔 當然 也歡迎您留言分享你對這一集的想法 或是 你也可以請我喝一杯咖啡或是飲料 讓我有持續創作的動力 其實歷史就是頂層階級的生活紀錄 了解頂層階級的思考邏輯以及做法方式 我們就有機會改變自己的未來 謝謝您來聽我說故事 我們下次再見囉 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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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